曾是一名仓馆,意外登上星光大道爆红,上快本,如今身价千万。 没有魔鬼身材,没有美艳面容,却成为2009年度最受争议的选手,并被称为话题女王。 凭着对理想的不懈追求,虽多次被一些文艺团体拒之于艺术大门外,却仍不灰心,表现出中国妇女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。 2009年,她在央视星光大道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。 她以周赛第二名的挑战者身份一路过关斩江,最终获得了全国继军。她就是刘向元。 刘向元出生在宽城满足自治县群山环抱的东川湘东川村,自小儿刘向元继承了母亲粗门大嗓的基因,经常对着大山吼着玩。 13岁那年,她拜村里的民间艺人学习吹喇叭,随手指一起一按吹出的声音让刘向元非常着迷。 之后,她又学会了吹喇叭,二胡,萨克斯。 2005年上有一季下有一地的刘向元考上了平权师范,但家里穷得根本交不起每年六千多元的学费,父亲看女儿眼泪汪汪的,一狠心意跺脚东下借西家球,总算为刘向元凑足了学费。 在平时那两年,父母太不容易了,光欠外债就将近两万,后来都没出戒了,人家知道我们还不起。 刘向元对往事记忆犹新。 2007年暑假,刘向元毕业了。 平权师范音乐课上那叫他琴发出的优美声音让刘向元产生了梦想,我想当个小学音乐老师。 她的理想没能实现,她又去考川城县平剧团、歌舞团,均因为形象受显示而被拒之门外。 无奈的刘向元回到村里,到天保公司在本村的回收站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。 堆着普通烂铁的仓库虽然连个说话的都没有,却为刘向元恋生提供了极家场所,她把所有的乐器都拿到仓库,没事就弹,就唱。 那高昂的西洋嗓昂长饮得村民们惊奇地围过来欣赏。 我这辈子竟遇贵人了。 刘向元虽貌不出众,却有着很雌性的音色。 平权师范教音乐的张书贤老师发现刘向元的音乐天赋,便教给他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,刘向元告别了乐忙。 空旷的仓库成了他可以肆无忌惮狂唱的场所,不经意见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,很多高难度的歌让他唱得有滋有味。 为了检验自己的歌唱水准,2008年,刘向元来到承德,慕名求教于是歌舞团的歌唱演员李国华。 李国华根据刘向元的嗓音,教给了他一些歌唱方法。 2008年下半年,刘向元的朋友曾两次替刘向元在网上报名参加《星光大道》《军时辰大海》。 2009年6月,不甘心的刘向元连续两次网上报名参加《星光大道》,7月1日接到剧组电话,让其准备节目听电话通知。 漫长的等待中,已经不保希望的刘向元突然接到了《星光大道》剧组的通知,让他准备参加9月份的周赛。 参加《星光大道》参加《星光大道》需要资金,东川村给刘向元拿了5000元,东川乡拿了2000元,天报公司拿出1.5万元支持刘向元参赛。 刘向元感激之情无以言表,只想拿到好成绩报答给予无私关爱的相亲们。 2009年9月19日,刘向元以3号选手的身份参加了《星光大道》第33期比赛。 依善亮登场,观众便被这位其貌不扬的农村妇女震住。 她们不敢相信,一个看仓库的打工妹竟有如此美妙的歌喉。 然而,尽管央视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等嘉宾评委一听刘向元,刘向元还是最后一关被南京广播学院的男男组合PK掉。 第二天,网上评论铺天盖地,很多网友为刘向元打抱不平,认为这位胖乎乎的仓库歌手李明拿冠军。 还有的网友惊呼,中国的苏珊出现了。 2009年金秋她终于登上了百姓大舞台《星光大道》,在屈居州亚军的情况下,她以挑战者身份参加乐赛,将对手分别拿下,实现了惊天大逆转。 网友们亲切地称呼她中国的苏珊,2009年11月央视《星光大道》月冠军,2009年《星光大道》年度季军。 经过八场年度总决赛分赛的紧张绝逐,2009年《星光大道》三家,在广大观众的传爱侧声中终于沉埋落定。 旺姆问定冠军,关键夺得亚军,刘向远则捧走了季军的奖杯。 刘向远出名了,她和来自衡水的歌手韩平,第三个月的月冠军,改变了《星光大道》五年来月冠军五河北选手的局面。 月冠军结束后,《星光大道》奖励了刘向远一台笔记本电脑。 刘向远很清醒,她认为自己来自生活最底层,不适合在文艺圈干。 如今成名的刘向远虽然收入倍增达到了千万,但是却没有忘记知遇之恩, 而且上快本也是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。 你喜欢它吗?